陳家貝議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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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考虑怎样可以优化他们的配套 让大家都能够慢慢接受 还有争取时间 真的要做多些的回收网络点 尤其是在储育方面 而在推动全民减费 达至2035年的零费堆填 是我们的共同目标 推动环保是最好的方案 亦都没有最适合的方案 所以我们只能够是一边做一边调整 就好像陆仔店那样 都是循序渐进去推行 才会有今天那么好的成效 所以有关今次垃圾征费的措施 只要我们继续加强宣传和解说 一起去坚持实行绿色的生活习惯 持续优化改善回收的配套 我相信一定会有可观的成效 本人仅此尘词 感谢主席